美国在军事领域动作不断,频频出招。 先是总统特朗普签署,2019参年国防授权法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即2018参年国防授权法军费开支增至7000亿美元后,2019参年军费增至7160亿美元,而前不久,美国海军也再度复活第二舰队,并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军指挥部诺福克军港德基举行复活仪式。 从战术层面看,当前美国军事政策,充犯体现了特朗普执政,直出提出的扩军想法,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官方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态势评估等重量级报告,对外两名美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世界的主流式竞争,大国博弈,敌人政治已经全面回归。 无论对国际形势如何判断,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依然是谋求维护霸权地位。 因此,尽管美国国内学者批评美国已成为非自由主义的霸权或流氓超级大国,但大部分学者内心仍然难以割舍对霸权和超级大国的迷恋,只是不认可特朗普采取的方式方法。 相比之下,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外交手法更为隐蔽,巧妙,通过节流的方式,调动资源以为是美国霸权,主要体现在慎用武力,刹那多边主义,以巧势力推动价值观外交,背后领导发动盟友,针对敌对国家采取身手外交等。 在战略目标未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却试图采用更为霸道、满横的战略手法来达到目标,他不仅强调在外交领域一定程度的节流,熟退出一些对美国无用的多边机制,关闭美军荣誉基地,缺件美国国务院的经费,更强调开源。 假设公平之名是要其他国家让步,一挤出更多经济利益投向军事,最明显的例子是特朗普在经贸领域左右开工,挑战全球化浪潮,企图重新定义各国在经贸领域的交往规则,逐发起关税战、经贸战,威胁其他国家与美国重新达成贸易协定。 特朗普甚至不惜拿盟友开刀,将经济利益有安全义务挂钩,如比破费约盟要尽快提高军费,付费保平安的。 实际上,特朗普这种技要节流又要开源的做法,实属美国国力衰弱下的权益之计,2008年金融危机,中东两场反恐战争逆脱累,削弱美国实力,现在特式外交又遭多国反对。 再看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成家伴起,足以矛盾,枪制管控和政治计划等周图问题就脱不绝,内游外患之下,特朗普再怎么开源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难以扭转美国霸权逐渐丧失的颓势。 作者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